第五章 勒马大饭店 第一节 革命实践金流 从寒战到月战 中山北路处立起勒马大饭店 月战结束之后 勒马饭店变成海霸王餐厅 房东变成正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由海霸王每月付出百万租金给正中企业 一年上千万收入 是标准的价值型控股公司 从监察院廉政专刊可知 蔡英文财产申报书中 包括正中企业的股权 是该公司大股东之一 一整栋八层建筑 建造是七层建筑 但曾经违章为八楼 违章的楼层现已拆除 这是飞航管制区限高的极限 从1978年 也就是民国67年 台北市议会第一次咨询 当时国民党籍市议员林玉祥 大骂这栋建筑让台北市民蒙羞 别忘了 当时的议长是大同董事长林挺身 我完全同意这栋建筑让台北市蒙羞 虽然理由跟林玉祥议员不同 我的理由就是第四章的结语 这栋大楼就像横滨玛丽一样的存在 提醒着我们当时 在这里被践踏青春的台湾女性 如果说海胖王故事和反共事业有关 恐怕很多人不相信 当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分院长任爵武 早从1951年民国40年 就已经违章赞用这块私人土地 编有地址中山北路三段59号 以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名义 举办过各种的活动 包括纪念在淮海战役中阵亡的 邱清泉将军 死于1949年1月10日 尽管这块私人土地 早就编为台北市二号公园预定地 但被任爵武盯上之后 经过一连串的假处分 与复杂的法律手段 在1965年民国54年 任爵武不仅成功变更地幕为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建筑 用地更于1967年以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的名义 取得建造 打算新建一栋七层楼的建筑 离奇的是 在建筑过程中变更申请 扩大楼地板面积近50个百分比 变成A、B两栋七层楼建筑 竟也获得台北市府的许可 更离奇的是 在蒋介石政权如日中天的威权时代 蔡杰森不仅取得这块机关土地的所有权 更取得机关建物的所有权 而使用执照的发给 更是直接发给正中企业蔡杰森 这是一栋以革命为理由 为了集结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感情为理由 所变更地幕的机关用地 机关建筑 任觉悟在格石院 直接上级主任救世蒋介石 这些中央各军事学校校友们 在台湾的基地 就是这栋在美军顾问团 东西营区口的 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 但这栋会馆从来不成开张营运 而且AB两栋建筑 使用执照明白规定 B栋为集合住宅 但会馆开业之后 却挂羊头卖狗肉 由蔡杰森私营的勒马大饭店 长期违规营业 无手工的故事是日产变私产 再成为家产的过程 据海办王餐厅庄荣荣德儿子 庄自强 对媒体转述 蔡杰森当年曾分享 自己在二战结束前后 所买的土地 大约是十年涨七倍 但以革命之名的任爵武和蔡杰森的革命感情 远不是无手工能比 任爵武与蔡杰森的感情有夺铁 从任爵武把埋锅照饭经略了15年 才成功变更地幕 取得建造的不动产 移转给蔡杰森 而且还在土地移转成功之后 在出头申请扩增楼地板面积达1.5倍 硬是从一栋建筑盖好盖满为两栋建筑 这些利益 任爵武竟然不要 把利益全归给了蔡杰森 任爵武忙了15年 动用了沈主席黄杰的关系 内政部长廉振东的关系 一起施压当时台北市长高玉树 最后土地却落入了蔡杰森手上 但蔡杰森为何敢买一块机关用地 那是1968年 尤其是任爵武当时已经取得了建筑 这就像是一个平民出钱去买 已经在动土新建的国防部土地 或者总统府土地 谁敢 如果说任爵武真不过蔡杰森 所以土地被蔡杰森买走了 最后干脆把建筑房屋都转给蔡杰森 那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就在土地被蔡杰森与张伯年买走之后 任爵武还以原始起造人的名义 申请扩建 时间是1969年的7月23日 第四驳回不到一个礼拜 再度申请并且获准扩建 这是1969年7月28日 面积增加将近1.5倍 让郑具自己说话 1970年是民国59年 在这一年成立的正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是蔡杰森 任爵武花费400多万 当时的新台币起造了军校同学会馆 不仅最后变成蔡杰森公司所有 而且还要五毛给一块 增建50个百分比的楼地板面积 这张建照也奉送给蔡杰森 让蔡杰森在中山北路民族东路口 成功打造勒马大饭店 目标的客群也找好了 就是美军顾问团 与到台湾休假的美军官兵 这种人进来发大财的交易 说明任爵武与蔡杰森的关系 若非比亲兄弟还铁 就是任爵武 只是一个为蒋谢时 或宋美玲办事跑腿的人 所以才能指挥得动黄杰与连正东 才能压得住高预数 蔡杰森与蒋送夫妻与官邸是直达车 这才能解释为何蔡杰森的公司 起名为正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但这家饭店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诚如上一章所提 这栋建筑厄马大饭店 就在美军顾问团东营区的大门口 面对着美军顾问团西营区 也就是被美军完整包围 这是民族东西路往北的唯一一栋旅馆 当然也是从越战来台湾度假 或协防台湾的美军休闲的地标建筑 AB两栋建筑总共超过120个房间 建筑面积超过2000平 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 从时间对照 蔡杰森的金流不难理解 按时间序 蔡杰森在1966年民国55年 从日产接收主任委员吴手工手上 取得中山北路三段55项3号的土地 并新建一栋四层楼的专罩集合住宅 目的是经营一个红魔坊 新建过程中 他看着任觉武的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 在中山北路三段59号的黄金三角窗 开始开挖基地 蔡杰森把自己的四层楼集合住宅 违章为林口大饭店 乍看这个饭店的名字 很多人误以为它坐落在林口 其实不然 这栋建筑物的隔壁是美军林口俱乐部 地址是中山北路三段55号 土地一样构自武手工 根据中华民国后备宪兵论坛的一段记录 1965年间 一个在台美军中市的收入 好像是美金800元 台湾属于他们的前线加几 等于是新台币的三万两千元 当时 本连筑地 就是县指市中山竹酒厂 对面有一家店 叫做林口书局 当时书局规模大的不多 购买原文的黄色小说 例如花花公子类的 其实当时台湾士兵的月薪 只有区区新台币300元 完全是天壤之别 先前第四章提到蔡杰森经营的 林口大饭店 主要是接待比较低阶的官兵 林口大饭店餐厅部 其实是备有乐队与巴女的club 专营美军的夜生活生意 负责人是张金凤 也就是蔡英文的母亲 可以想象 所有的客人都是军方人士 蔡杰森经营这个需要特许执照的生意 而且是伪张营业 后面当然需要军方靠山 他或他们是谁 根据勒马大饭店员工口述 蔡杰森的林口大饭店 专营美军住房与信媒介生意 除了三期抽头 甚至因为是巴女违法卖营 而且收入较高 所以是五五猜账 因此这些巴女被称为五五 蔡杰森收了大量美元 还可以从换汇得利 但林口大饭店虽然叫做大饭店 毕竟规模不大 只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 大概是三百平的规模 竟然能够产生大量的金流 短短三年内 让蔡杰森有能力完整收购 原山段五十五地号 更与任爵五达成更重要的交易 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 1900年11月 蔡杰森的正宗企业 完整拿下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用地 与上面的建物 更难的是取得使用执照 开启了他最重要的现金流水库 参考本书附赠的蔡杰森年表 1960年代 外汇管制 而且还在动员堪乱时期 收美元是一个特许生意 要有很大的政治高山 才能经手大量外币 那年头 谁敢从事地下汇兑 饭店以美金交易 不代表抱着那些美金 就可以从事地下汇兑 唯一合法的方式是存入银行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不怕进行地下汇兑 若被冠上扰乱金融罪名 与杀头生意合意呢 吴守公是台湾银行监察人 又是律师出身 对于地下汇兑的门道与刑责 当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专家 蔡杰森有请教过吴守公吗 本集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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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